中国又传出龙头企业董事长离奇死亡的消息 根据多家中国媒体报道 湖南龙乡交通发展集团的董事长许奇 9月27号傍晚被人发现 竟然倒闭在长沙市的办公室内 长沙市的警方表示许奇属于非正常死亡 但已经先排除他杀的可能性 到目前为止 龙乡集团并未针对许奇突然身亡 做出任何说明 互联网上谣传许奇可能是自杀 报道指出 27号下午4点左右 员工到许奇的办公室就发现他已经身亡 原本官方消息推测 死亡的时间大约是当天下午1点左右 但28号晚上 长沙公安部门在互联网发出消息 表示经过现场勘验及调查 结果显示 许奇的死亡时间是当天下午3点左右 并排除他杀的可能性 龙乡集团官网显示 该集团于2006年由长沙汽车客运发展集团 整体改制组建 为长沙市委市政府执管的11间大型企业之一 是中国道路运输的一级企业 龙乡集团连续多年融获湖南省100强企业 中国交通企业100强 以及中国服务业500强企业等称号 而董事长许奇 生于1962年6月 是中共党员研究生 高级正公司工程师 以及10家优秀青年企业经营者 2014年5月1号 当时担任长沙市公共交通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总经理的许奇 曾货班中国五一劳动奖章 以及湖南省劳动模范表彰 政治壮年的许奇 突然暴毙在办公室 他的非正常死亡 已经引发各界的关注 以上为华尔街电视新闻 江若颖的整理报道